大家好,我是Den 从去年开始持续发文 咀嚼AOA吉民的米娜 10月6号 突然在iG上传了 咀嚼亲姐姐的天文 以及聊天截图 因为这次是第一次 咀嚼亲姐姐 所以就带来了一下 米娜上传的整段内容 主要是在说 自己一直在看姐姐的眼色 姐姐对妈妈跟自己非常不好 姐姐拿走了 自己与妈妈的前作生意 姐姐用逃税来威胁自己 等等的内容 但是因为在 咀嚼亲姐姐的文章里 也提到了吉民 一个心机面还不够 还要遭到亲姐姐的这种待遇 我的人生真他妈的烂 我被行机面欺负了10年 只是因为被发现 我辱骂了行机面7个月 才7个月 我就变成了 甚至在举及文章也提到 引臭祸离世的 Ladies Code成员 古文比也是亲姐姐的受害者 而让网友们都非常傻眼 不只是这些 在米娜公开的截图当中 也有姐姐发送给母亲的聊天截图 一只人一只人 就把人当成什么了 见识赌开 不是因为怕 而是因为臭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所以想要强制让她接受治疗了吧 在我把妈妈拧也放进去之前 不要再跟我说男朋友的事情了 那之前先同意将她关进去的事情吧 是她疯了 不要再责怪别人了 认清事实吧 要不然两个人都去死吧 不要再给别人伤害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将她强制关进去的 希望妈妈你也能协助 我不再多说了 只是因为家人 所以忍了很久 越来越不像话了 拜托 我们各自生活吧 如果这次也不同意的话 我就会向法院申请禁止接见 让你们无法再跟我联络 这是米娜上传的 亲姐姐传送给妈妈后 妈妈再传送给米娜的聊天截图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虽然姐姐的语气有点不好 但是想想那个情况的话 也没有说错什么 依然明明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做 每天只在举接一个人 我在过去 一直在SNS上传举接的文章 在网上见男生后 又仇家又自残 然后再用这个来威胁别人 而她妈妈又在旁边支持她 能有人说这对母女正成吗 米娜到底是为什么 在爱街上传这个聊天截图呢 这不是给家人们丢脸的事情吗 是希望网友们跟邢金敏一样的攻击亲姐姐吗 米娜只会截图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绝对不会上传姐姐为什么会说了那些话 其实心理治疗感觉已经没有用了 就像姐姐说的一样 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话 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 反而会比较好 难道是妈妈不同意入院治疗吗 上次给前男友传送起名自餐照片的时候 就感觉到妈妈也不是很正常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不是说在爸爸离世后 姐姐身体不好 所以家里都是由米娜赚来的钱支撑的吗 还是先保持中立吧 如果姐姐现在的失业 是使用了米娜的钱的话 需要再看一下情况再判断 关于米娜举及亲姐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逆行神话女团EXID的主唱崔吉 将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与学生们见面 哇哦 最近龙人艺术科学大学 是用音乐系官网的教授介绍页面 公开了崔吉的照片以及简历 根据报道 崔吉将于2022年第一学期开始正式收课 哇好厉害 克克 崔吉本来就是歌唱老师 最强歌唱教授诞生了克克 好想上这个大学 也好想见EXID 崔吉当音乐系的教授 施之名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意大利索牛所属公司的资金难 9月底 女团意大利索牛的所属公司 BlackBerry Creativo 传出陷入严重的资金困难 让粉丝们都非常担心 然后曾担当意大利索牛舞蹈的舞蹈家 在IG上传了要求支付签款的贴文 首先支付一下我工作的部分 这次PTT活动之前 虽然也有未支付的金额 但是为了一直努力的意大利索牛成员们 也说我会在8、9月份还清欠款 我们就接了这个案子 请确认好明细后贿款 不要再让彼此发生复杂的问题 然后在9月17号播放的节目中 被主持人问到 最近有正常结算吗 的时候 去回答没有的片段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个公司不是听说有很多钱吗 怎么回事 出赚来的钱都跑哪里去了 意大利索牛应该会继续活动吧 担心死了 到今天为止 喊我这里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只是有谣言传出 母公司那边发生了一些问题 希望不会影响到意大利索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康丹尼尔的暖心举动 因为康丹尼尔本身是皮补与出身 也有过竞演比赛的经验 所以非常能够理解舞者们的心情 在节目中也常常能看到 康丹尼尔照顾舞者们 尊敬舞者们的心动 而在最新一集里的暖心举动 也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在舞者卡比比赛后 端在舞台上的时候 康丹尼尔马上就为他打开了水瓶盖 接着在看到卡比哭泣后 康丹尼尔就慌张地说了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为了比赛后流汗的舞者们 康丹尼尔在后面用台词卡帮他们扇风 在Wantt队投胎后 评审们对前员说 如果换作我的话应该就投走了 这个时候康丹尼尔也配合着说 我也是 来安慰了前员 学习上舞台的时候 也很自然地帮忙抬起围栏 也与舞者们一起确认舞台地板 康丹尼尔太可爱了 主持得也很好 主持得很稳 声音也是很好 不像其他竞演节目的主持人一直喊 也非常期待这次的电视剧 看来会重新入坑了 康丹尼尔正在拍摄 将在DigiNi Plus播放的韩剧 《Dowanae 》 所以康丹尼尔加油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